担忧中国APP与电子产品有植入木马等间谍软件的可能性,印度安全部门下令前线士兵删除包括微信、WeChat等中国APP。 由于担忧中国APP与电子产品有植入木马等间谍软件的可能性,或者把用户资料回传给中国印度安全部门下令要求驻守在中印边界的士兵删除包括微信、WeChat、微博、UC浏览器等中国APP。 印度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今29日报道称印度安全部门要求驻守在中印边界的士兵删除包括微信、WeChat、微博、UC浏览器等中国APP,或者干脆直接格式化手机回到预设设定,以防范来自边界另一侧的网络间谍企图。 印度官员表示,有外国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共和巴基斯坦,恐利用这些APP入侵智慧型手机来窃取资料。 报道指出,在长达4057公里的中印边界上,印度部署了大批陆军及边境警察队。 为了防止木马等间谍城市入侵手机或电脑来窃取个人资讯与军事机密安全,印度时常下达中国APP禁令。 除了中国APP外,印度空军也要求所有飞官及其家属不要使用诸如小米手机等中国厂商手机及电脑。 因为小米手机曾被报上次将用户资料上传数据至北京。